降温了 降温了 终于要降温了 这个上海啊 最近这个气温起起伏伏 几上几下了 它就不尽冬天 还是这么的暖和 是吧 虽然已经穿着冬装了 但是呢 这个天气毕竟 还是显得比较高 从气象意义来讲 十度以上的气温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不能达成 那个连续十天 十度以下 或者五天 十度以下 这样的入冬标准 所以这个冬天啊 不管你寒潮来不来 你来几次寒潮 它都不进冬 不入冬 所以今天人家都说了 这个你这个冬天再不来 这个春天就来了 春天可要来了 是吧 这个等着等着的 这天气怎么就这样了 是吧 这个 但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就在今天晚上 大规模的寒潮 即将袭来 这个寒潮天气 对上海的影响 降温是比较大的 但是啊 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上海这个地方啊 它这个 一旦进入晴天 这个温度再低 那人来讲体验 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 有阳光 就一定会有灿烂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